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首先在谈到计划问题的时候 还得介绍一点知识性的东西 哪个问题呢 就是用的这个笔 大家注意看 我手里用的这支笔 是一个羊好和狼好相掺的煎好笔 因此大家注意 王羲之当年用的笔不是纯羊好笔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有很多人考证说 王羲之当初喜爱用高粒子 喜爱用鼠好笔等等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未必这么精确 但是我们可以断定 王羲之当年和欧阳巡 柳公权 燕真卿 近汤时期用的没有纯羊好笔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生产纯羊好笔 或者是极小地方使用 也是低等的笔 那么到欧阳巡于世难谈这批人 都是这个国家的重臣 所以他们用的都是进贡到荒宫里的笔 因此那时候肯定没有纯羊好 一般都是兔好笔 王羲之用的是什么笔 无法考证 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 不是软好笔 那就是羊好笔 不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说呢 在林写圣教序的时候 用纯狼好笔不太适合 因为它巨硬 无韵 有的人喜欢用纯狼好 写的也很好 但是相比之下 我觉得还是用尖好笔比较合适 也就是它的软硬的程度适中 那么我们在写柴书的时候 也用的是这支笔 写新书呢 还用的是这支笔 所以呢 尖好笔适合写欧阳巡柴书 和王羲之的圣教序 这是我个人的这么点串法 希望大家仅做参考而已 然后我们谈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技术性的问题 也是林写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还是把这本圣教序 打开让大家看 就在林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还是和凯书一样 基本是一致的 大体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 自己清楚的 第二是 常用字 第三是 简单 这个简单指的是笔画少 这个常用字呢 就是我们通常能 所使用的字 清楚呢 就是因为是悲客 有地方它风化波落 失真了 那些字就不灵气它 对于不是常用字 或者是写的这个这个 几个月都不见得用得着的一个字 这些字暂时不练习 在个笔画特别多的时候 在初学者这里 注意 暂时不练习 放在后面来学习 所以在初学的时候 那些这个圣教学好 林其他悲帖 都是掌握这么三个原则 清晰的 常用的 简单的 笔画少的 但是这个简单呢 也不是说 只写一二三 每天另外一写二 写完二写三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比如说 拿着这个帖来和大家 共同研讨啊 比如说 像太宗文皇 太啊 文啊 这样的字 四啊 门啊 什么这个 王啊 或者有啊 无啊 啊 这个天啊 地啊 儿啊 者啊 乙啊 其他的旗 类似这些字 要多练习 这样的这些个 经常使用的字 而且在这里边 呃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字里 呃 供我们学习 所以呢 都以这些字 为入门 反复的练习 在这点上 我特别要向朋友们强调 十分关键的是 就是对于少数字 反复的练习 不厌其烦的练习 练习 功课为止 不要计算字数 有的人学习这样 王子写十遍 西字写十遍 支字写十遍 没有用 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 比如说支字没有写好 我写十遍没写好 就写它一百遍 一百遍没写好 写它一千遍 一千遍没写好 写它一万遍 甚至更多 功其一点 暂时的不计其余 就照着一地方功课 我在他们的书法当中 我经常引用 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 叫做 伤其食指 不如断其易指 这个军事思想 可以用 也引用到我们书法学习当中来 它这个军事思想是什么呢 比如第一个诗 因为每个诗都攻击它 把这诗 十个诗打得都七零八落的 表面看来 我又很有成果 实际上 打得它七零八落的 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它松析又组装 渐渐的它又恢复起来了 十个诗还是存在着 下次打仗 十个诗又成了你的敌手 怎么办 我这十个诗里面 我集中打它一个诗 我彻底消灭一个诗 让它永远不能再有战斗力 彻底消灭它 就是伤其食指 不如断其易指 把十个手指的都打伤了 它慢慢慢慢都压好了 就能恢复了 我直接砍掉你一个手指头 让你永远不可能再胜 那么我们用这种方法 在临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们把十个字都临摹的 差不多 没有用 我们照着一个字突破它 让它彻底的酷似逼笑 酷似 彻底掌握了它这个法作 写的非常非常相似 相似 达到自己满意 达到老师们看过之后 老师们也满意 大家认为这个字写成功了 自己也感到满意的时候 再写第二个字 听了这个办法 非常的笨 我忘了是哪位前人 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最聪明的人 常常在学习当中 用最笨的方法 我觉得非常好 就像当年邓拓讲一样 他说学习书法是没有捷径的 唯一的一个捷径 就是不走捷径 就是捷径 你看说得多好 所以我们学习书法 很多人犯这个毛病 就浅长者止 一上来大片的灵袭 就松差使 红服寺沙门怀仁 及右军将军王羲之书 开始哗哗哗 把整本整个都通立下来 另外一遍 看得不像 又写 然后他跟我说 我广市圣教序 我拎了有一百通 我看看他字之后 哎呀 我替他伤心 特别花这么多的时间 进步不大 为什么 就是不能集中的 攻克里边的一部分字 先把里边笔画简单的 常用字 少数的 反复的攻克他 把这少部分字解决了 就一点待面 背一反三 很多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连其中一个字 都不能彻底写好 你就零一百通 零一千通 有时候是没有用的 所以什么叫财富呢 财富就是必要的劳动 你那零了一千通 就抄帖 哗哗哗 抄一遍 抄一遍 所以没有意义的 因此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 某某一位书法家 一个文人 他把自己的论文 几百万字 从头到尾抄下来 你想他下多的功夫 那字写的一定非常好 我说你错了 抄多少都没有用 机智把 《红楼梦》 《三国演绎》 《水浒》 这些书 我一年抄的 几通也抄不下来 就是说你都抄下来 跟你书法长进 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把自己的论文 平常都抄下来 也不等于你书法有 有明显进步 即使手熟而已 真正的想书法提高 必须一点 一话 一个字 反复的推敲练习 达到功课为止 在跟我这个学习的 初学的一些个朋友们 青少年 我对他们的要求 就非常严格 比如说写泳字 我讲了泳字八法 你在三个月当中 天天给我写泳字 写到我满意为止 把这学生写的 都恶心了 等我说的是 我都不认识这些字 天天写泳写 烦死我了 我说我小时就是这么念 你要写好这一个点 这多少字用的一个点 你写好这一个横 这多少字用的一个横 写好一纳 说好一个撇 都是如此的 因此我对朋友们说 你们务必的 拼住一点 暂时的 不计其余 反复的练习这一个字 而这一个字 你练起来 你才会感觉到 哎呀是那么难 不容易写好 但是一旦写好了 你自己心里头 就暗很高兴 我有进步 这个字我写好了 其实 不止这一个字写好了 很多字都写好了 假如说 我们举例说 红福寺 还拿这个寺字来说 这四字 当你写好 这一个四字时候 你知道解决多少吗 比如说诗 比如这个四字 这个日 有这个四字 是 有这个四字 代 有这个四字 是 有这个四字 等等 还有很多例子 时间的时 等等 这些都有这个字 所以 你写好这一个字以后 你知你影响了多少吗 而且就是说 这是一个字 你写好了局部 对这么多字有好处 同时 你写好了一个横画 写好一个纳笔 是多少字都能有关心 所以 劝大家 一定注意这些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对一些单字 进行了 比较详细的 这个解释 我们也编示范了 所谓示范 就是提示一下 写这些字 是注意一下笔顺问题 一定先弄成笔顺 比如说 沙门这个门字 注意他 他的这个笔顺呢 和凯述基本是一致的 先写左边一竖 注意 然后写这一点 再写这一点 然后再这样过来 是这样过来 你们在初恋的时候 也要这样写 慢一点写 不要快写 慢一点 注意这个笔顺 竖 中间这一点 在左边这一点 再右边 这样过来 很多朋友 不知道是这个过程 先点完这一点之后 写这一竖笔 再写这个 这样过来 表面看字形也差不多 实际上 笔顺是不对的 笔顺一定要弄清楚 比如说这个有字 这个就是 二一有向的有字 笔顺是这样过来的 这连绳不连绳不重要 连绳也可以 是这样过来的 点一点两点都可以 目前笔顺 他和这个楷书 在某些地方 有时并不太相同 有时相同的 像门字 有字 包括无字 这些都是笔顺和楷书 是一样的 涉及到这个无字 我还需要向大家 多说几句 这个圣教蓄理 这个无字啊 它有几种写法 因为它不是 集了一个字 有的是重复使用 但是它也有好几种 比如说 它有的是这样 就直接 注意 写三行 然后写了四数 这样 过来了 有的呢 它就写了两数 或者三数 有的就是啊 直接写一个数笔 它都不一样 比如说 这样还是固定的啊 然后 一二三 它就是少了一个数笔 还有一个呢 就直接呢 写了一个数笔就过了 就是写一数 然后这就转过来了 就这样的 还有的地方呢 首先就是只有最后这一个 这个经常给人们带来一种误解 这是这个圣教蓄理误解 怎么个过程呢 它这笔过来到这了 它本来是这样过来 结果呢 它最后这笔的过来的时候 它从这连上 于是很多人就不知道 这是怎么过来的 实际上呢 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你不留神的时候 你以为是这样过来 转过来 你就写在下边这个之后 再写这一行 这肯定是错 所以 你叫细看 弄明白这些东西 不明白的时候 对于千辈书家 贺奇潘 这个有水平的一些朋友 去询问一下 大家互相呢 都交流 慢慢会弄清这些关系 那么刚才我说完这个文字之后 大家就会知道 盖文的文字 也是这样过来的 这个笔书 是这样一个过程 因此 关于这里面的笔书 你是看不清楚的 可以暂时不理 先看清楚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 清晰清楚 就这个 因为这个圣教序呢 它参损不大 风化波落呢 很少 比如说这个 筋 注意看这个地方 筋 这是残缺了 注意看这个地方 柿子 柿和椅中间 这地方 已经出现残缺 风化波落的原因吧 柿子那笔看不见了 椅子的上面那个头 看不清楚了 但是很少这种地方 细看的话 很多都 都基本是清晰 大家看 基本是清晰的 只字 残缺一点 点字的上方 残缺一点 这通篇 没有问题 再往后看 只是这个一字 出一点问题 其他 没有问题 整篇整篇的看 多数都是清晰的 像这地方 有点波落 任何一个 从晋唐时期以后 留下来的碑石 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因此 对着个清晰的字 反复灵犀 那么我们再 利用一点时间 再给大家 写几个字 看一看 这些字 有哪些特点 大家看一看 这个佛字 注意看 佛 这光一知 这个佛字写的 非常的巧妙 巧妙在哪里 那人 这为一个佛 注意看 这个佛字的行书当中 固定的写法就这样 楷书呢 是这样 楷书写的很难 在天人 在天人那里 他 看那个佛字 在楷说好不好 他看你中间 这几个 布白 云不云 他看你这几个 龙当 有的人 写不好 这个时候 就经常 比如说写上这个之后 这个写的这儿来了 然后这一笔 于是这边这么大 这边这么越来越小 这就很难看 还有的连 这个横画间距都没有 就是这样 这是这样的 这是这么宽的 于是写出来 再不正 所以这种字就失败了 但在行书阶段 没这么严格 但是它需要你趣味 有的人写这佛字 写三个 转折 这就很笨重 王熙之在写这书 新书处理方法 是这样 就非常简单 非常美观 非常漂亮 而且感到里面 非常的天静 文雅 所以大家在 离习的时候 你深入进去 你就越灵 就有滋味 而不会感到 哎呀 非常的寂寞呀 孤独啊 有人说 写字就要不 这个甘于寂寞 我说你只要感到 有寂寞感了 你这字就练不出来了 比如说你写字的时候 觉得哎呀 我太苦了 我临习这写字的时候太累 太艰辛了 这个寂寞的很 你有这种感觉 你写不好字 你一定觉得 哎呀 这个时间属于我的了 非常安静的 自己在屋里边 是这个 在安心的读书写字 这是一种享受 都能觉得是一种享受 而且非常的不忍的放下笔 放下字帖 放下书的时候 那么 你将离成功 很近的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寂字 这个寂字就是继续的寂 我们先用楷书 向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字的基本写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 大家注意看 这是一个结构 相当复杂的一个字 所以把这种字练好了 你在楷书方面的结构问题 就不成了大问题 你看 但是绞丝状 我们讲的是绞丝状 实际上 这里面的四个组成部分 不能都把它叫做绞丝 因为它都缺少三点 但是 都是 基本一个体型 写了五个 左边一个大的 上下 还有四个小的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横画 在里面穿插着 要摆的 要摆得非常匀 非常整齐 而且感觉这个字 还很有序 不乱 这确实应该是一点功夫 而且写起来的时候 并不感到紧张 或者劳累 而写的时候 却轻松自然 这应该是有一个 基本的时间要求 我们在边讲边写 给大家演示 左旁的这个角色写的时候 不要写太粗 因为太粗之后 右边还有相同类型的 这么四个星体接近的 这个字样 忽然粗细变化太大 就显得不好看 但是同样 要比那几个角色呢 写的稍稍的粗一点 这是个度 注意看 在这个地方 要有耐心的 写的速度 就应该像现在 我这样一个速度 注意看 写到这个时候了 注意中间 要插笔竖笔 这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 因为在指流这么一个 非常很窄 很小的一个缝隙 一定数笔多写粗了 这个字显得太笨重 若他写太细了 又清不住这个字 写不值 那么就等于是 这个字失败了 所以写这笔数 要稳住心神 写这条手笔 然后写下方这一号 就手笔 所以写这种字 非常较量你的基本功 你基本功不好 你遇到这种字的时候 你就无可奈何了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看 就说 这是个 我们把它看 这是一个格 这是一个格 这个字在格里写完之后 要让它 上下左右 基本上 其中 点画的粗细大小 都适度 稍微写大一点 大家看 稍微写大一点 就是 那种字幕 接下来 应该说这个字具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大家写这个字说 要注意把它写好 当然还有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分两个阶段 稍稍的容易一点 这是一样的 在这地方呢 打了一个阁段 从这就拐过来了 然后下方又是这样 这下方又开始这样 写了两个这么样的转折 那么这样写呢 还稍稍好写一点 因为左边的这一竖笔 它分成两个段落去写 就省事多了 因为这一竖笔 直接从这个空缝里头 直接写下来 非常准确的 这笔的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稍稍你有一点 没有把握 这字就失败了 好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这个新书呢 左边的角丝 已经简终成这个样子 这是新书的一个基本写法 上面呢 是这样 然后呢 写了一横 再下边呢 写这样一个 又像山 又像个纸子 这样一个字形 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写法的时候呢 就觉得它记忆很方便认读 一看就这是个记字 同时人呢 也简单 感到简约多了 这都顺联的 再看一遍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呢 这个角丝写完了 然后 这个两个写完之后 再一横 顺序 下面写两个点 然后从这 拐过来 这种写法也是对的 再看一遍 这么写也行 这个新书呢 更多的是这两种 但是我们不可能 把古卑帖当中 前辈书家所写的 任何一种写法 我们都向大家介绍那么多 我们只能介绍 这个更多件的 主要代表性的书家的一些写法 这是我们的宗旨 另外呢 也很诚实的跟大家说 那么多的书家们的写法 那么多 我自己把一样一样都得说清楚了 我本人也没那么多的知识和水平 所以向大家很抱歉的说 只能介绍主要的方面 再参一下 注意这个角色一定要写好 就单练这个角色 柴书当中的这个角色这么写 已经是难度很大 然而他又跟柴书 新书 草书 各不相同 相比这样草书的角色 倒容易一些 柴书和新书的角色 很难写 大家不要看新书 这么简单 这有什么了 如果你不会写新书 或者新书下的功夫不大 你写下你就会知道 哦 写好这个角色很难练 为什么呢 他这笔起下来 原路回来 再下来 再回来 这几个过程 又需要你 非常有一种 行书的比喻 同时又要求你 在这个三个环节当中 他的这个粗细 和这个内里边的 这个技法要求 说来都是很严格的 再看这个字 行书写法 通常这也不是说 拿起来一看就会 不是的 做不到的 需要耐心的 所以写好新书 又是一番功力 并且我多次讲 如果你新书写不好 草书写不好 你的楷书就缺乏高度 这是老生常谈 那么你的楷书 如果达不到一个高度 你的新草书 也永远不能达到一个 美妙的境界 所以这三者是相辅相称 因此只会写楷书的人 新书草书写不好 你放心 他的楷书一定存在着 一个高度的问题 那么同样 楷书写不好 新书草书 也一定是个 或者说是个俗手 尽管他写的 花里胡哨 你看着 非常的 雅发缭乱 实际上 是骗人的 在这几方面 你向大家 反复的说清楚 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看 这个记字的草书写法 在以前都介绍过了 草书写法 就是 这个角色 已经变成个子字旁 所谓的子字旁啊 所以在草书当中 是一个固定的 这样写法 然后右方呢 是这样 点两个点 是这样 所以大家见到 这个字的时候 对一些的青年朋友们说 这样写的话 我倒容易看清楚了 这个很像个记字 因为现在简化的 这个记字呢 就是好像是个米子 这样拐过弯来 如果我记 如果没错的话 是这样的 所以呢 右旁呢 就基本是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的 这个简化字 通过我介绍这个字 大家就知道 是从草书当中 楷化而来的 把过去草书的 这个写法 用楷化 然后变成简化字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 很多的简化字 都是从草书当中 把它楷化以后 成为现代的简化字 但是作为草书 当时写的很漂亮 但一旦弄成了楷书 那种写法书 你觉得很便宜 这就是说 在简化字 在这个创立过程当中 是没有把书法 这个意义考虑进去的 因此 我们现在 搞书法的朋友们 多数都不愿意 写简化字 原因就是 这里面很多 别找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 有专题介绍过 现在 再略加一点补充 比如说这个角色的 现在的这个 这个 这个简化字 你看 这样写 这角色旁 实际上 就是根据草书 这样过来 就是这样过来 但是 我们当把这个 角色旁按简化字 这样写过来说 就感到很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 它 它应该这地方是有个点 注意看 有个点 然后你哪不在这儿写呢 还好一点 如果你就写这么三个拐弯 在这就是加条 就好像上面没有结束 下面又写了一笔 写着的时候 觉得手下来很不舒服 所以这是 我们向大家说一下 简化字和繁体字 这互相之间的关系 好的 再介绍一下 这个记字的草书 这样 不要慌乱 跳起来 点 点 这个 笔话不要错 先点两个点 算数 是这样 像个米字形 但它可不是个米字 这里的两个点 上边这一块 是代表上面那个两个 类似角色那里的形状 下方呢 这两个点 是代表下方的那两个 讲角色形状的 这么两个组成部分 然后这是那个 最后那一拐 在草书当中 这个拐弯 很少拐成这样 硬味 就只是这样一下 就把 就为了它的简约 我们再写一遍看 这就可以了 所以呢 大家不要把 中间试作是个米 也不要把 下方这个班 拐得太硬 再写一遍 这就可以了 好的 最后我们再把 这三个字 把这个 这个字 用三种书体 向大家演示一遍 好 上面这是楷书 看一下这个字的形书 看一下这个字的草书 好的 有关记字 楷熊草的三种书体 就暂时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